大家好我是紫薇文 我今天要介紹的是水貝納水潤柔順洗髮乳和潤髮乳 就這兩瓶 然後這兩瓶是這個月美樂家五月份美樂家的新品喔 然後我想要分享它是因為 我之前就有用水貝納的洗髮乳 然後那時候其實剛用的時候就讓我分享了經驗了 然後覺得頭髮真的很保濕 然後殊不知這一款我要大推 用了之後讓我非常的一世成主顧啊 為什麼呢 這個我當時會買是因為它是新品 然後它的包裝非常的時尚 我會覺得看起來好像很好用 然後因為那個公司的介紹是這一款是針對乾燥跟毛燥系列的頭髮 我本身又是自然卷 然後每次去洗頭髮的時候 那個設計師都會說我頭髮太乾 然後我想好吧那聽起來這麼厲害試試看喔 所以買回來第一個晚上試的時候就發現 這個洗起來感覺很不一樣耶 它洗起來感覺呢 嗯就是整個泡沫更綿密更細更柔 然後頭髮你在搓揉的過程中 你就會感覺到那個手指流過那個洗髮機 摸起來的感覺都是柔柔綿綿的 然後整個頭髮都好像很保濕這樣子 然後頭髮也是軟軟的 然後洗完之後覺得頭髮很軟軟的很舒服耶 然後後來我又用了這一罐 這個潤髮乳 那之前一直沒有潤髮乳 是因為我的設計師說 潤髮乳基本上沒有什麼功能 然後我想說那都一歲就沒有買這樣 然後後來就是想說那這次是兩組 一起是有交友會可以試試看 那我就買了游泳看 那殊不知真的是讓我驚嚴的是 因為我就是洗完那個洗髮精之後 這個敷到頭髮上面一到三分鐘 就是繼續洗澡 洗完澡它沖掉 沖完之後 神奇的事情發生了 就是我的頭髮非常非常的乖 跟服貼跟柔順 對我從來沒有這麼感覺到 除非去真的是去那個洗髮 設計師那邊幫我護髮 護髮完的效果 真的就是 我覺得這個洗完之後 那個效果真的是 接近設計師幫我護髮的結骨 我真的覺得 那我就每天來護髮就好啦 就是 你就可以省下那個錢嘛 然後覺得那個效果非常的好 就會讓我覺得 哇超棒的 而且真的吹完頭髮之後 頭髮真的很服貼 非常的乖又好整理 接下來我要分享的是這兩組 就是索貝納米 沖洗碎髮跟護跟髮油 好就是我洗完頭之後呢 我會吞這一瓶加上這個X這個髮油 然後我直接接到這個髮油 這個髮油讓我們很驚嚴 不知道大家記得我去年 去年還前年公司油 那時候就有出一款髮油 然後是隨便拿系列的 然後那一瓶呢 其實那時候剛出的時候 我就會去買石油 到後來到現在 到5月初這樣子 然後那時候用的時候 其實就很喜歡也很經驗 我就覺得頭髮真的有很保濕這樣 然後這個月5月的時候呢 公司在推出新的髮油的時候 我第一次想法是說 天啊這個距離這麼近 公司都推出了新的髮油 都覺得公司很強這樣子 然後殊不知用了之後呢 就讓我非常的更驚艷了 因為它的髮油質地呢 雖然成分好像沒有擦脫 它好像有增加一點點 但是它擦起來的感覺是 比之前的更細更好吸收更水水的這樣子 之前那一款擦完會覺得手油油的 雖然頭髮有保濕到 可是覺得手油油的 我其實很不喜歡那麼油油的感覺 還要去吸收 但這一款擦完 覺得整個好像白油都很 被頭髮吸收 然後吸收小頭非常好 然後頭髮就很保濕這樣 然後擦完之後手也不會油油的 就比較是水水的感覺 就覺得真的很神奇耶 然後吹頭髮的時候 也覺得比較好整理 跟服貼很多喔 真的很棒 接下來呢 我也順便分享一下我的洗髮練成 除了剛剛那視頻之外呢 我其實一開始會用這個 人草除了洗髮乳 這個洗髮乳呢 其實會幫助我的頭皮 做清潔效果比較好 像有些夏天啊 如果你要騎車 或者是要出去活動什麼 頭髮會黏黏的 然後頭皮也比較容易 悶悶的 我覺得這一款非常中間 因為我本身頭髮比較偏乾 然後如果洗那個 茶樹精油那一款 雖然很淨化 但是會覺得太乾 但這一瓶我覺得 洗起來剛剛好 然後洗完之後 你會覺得頭髮 頭皮好像可以重新溢溫 然後洗乾淨之後呢 就覺得很舒服 但因為保濕度 我覺得還是要加強 所以我會洗這瓶 第二瓶就是 洗這個 這個洗髮乳 對 我們剛剛介紹的洗髮乳 然後再加上這個潤髮 之後呢 洗完頭髮之後 我就會噴這一瓶 順髮噴霧 順髮噴霧噴霧 順髮噴霧噴完之後 就會擦這個髮油 就很像在保養臉部對不對 然後我就會吹頭髮了 然後就會把頭髮吹得非常的柔順 然後很直 然後很不會毛髒 感覺會非常的柔順 然後早上呢 洗床之後 因為頭髮還就會亂翹 我就會噴這個頭髮 然後如果需要的話 會加點髮油 再去洗頭髮 然後再去吹一吹 頭髮就會非常漂亮亮的出門了 好 那 我要特別的 就是 就是 愛漂亮的女生們 男生也可以啦 就是 記得六月份 大家要買這台試試喔 就是這個系列的 隨便那系列的 非常的好用 大家要買來試試看 記得把它列入菜單裡面